《雅兰縣羅東正》 《雅兰縣羅東正》 我叫賴莉玲 我住在宜蘭縣羅東正 我有兩個小朋友 老大八歲半 叫洪威 然後老二現在八個月 叫義祖 帶老大帶了一段時間後 突然又躲一個小的處 好熟悉又不是那麼熟悉 然後感覺很好帶 又不是那麼很好帶 其實我老大哈塞 兩歲多的時候 其實他會講的話很少 他沒有很喜歡跟 人相處 後來醫生才跟我講說 他是不是自閉症的小孩 從他出生的時候 我就每天唸同一本故事書 話不太會講說我們還是繼續唸故事書 但是小孩在滿堂跑的時候 我的小孩是自己摸摸在那邊看著 這一段時間的努力就有成果了 我覺得這也是 幸宜他們在推廣 閱讀這一塊的時候 有給我埋下一個很滿深的地基 然後讓我去影響到我的小孩 我生完老二 其實我有點慘或憂鬱 我只要孩子帶不好 我就會先自診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你可以去看書 或者是去看心妮的電子報 或者去看APP 你去看一看 你就知道怎麼跟弟弟玩 然後你去看電子報 你看你的心情就會好很多 然後我就發現 原來其實最需要幫助的是我 而不是我們家的哥哥 因為哥哥他反而是開導我跟我講說 你就去做你想做的事 他已經長大 然後真的需要被照顧的是弟弟 我煮什麼膚食品 我們家哥哥也是把它默默的剋掉 弟弟可能就給你吃個兩口 他就不吃 可是後來你就看了一下 電子報裡面有提到 會給孩子吃膚食品 應該就是要讓孩子習慣原始的味道 只要有孩子有嘗試過 然後吃的狀況是沒有問題 不會有過敏反應 這樣就可以了 貓兒的寶寶是誰呀 這個 是喵喵叫的小貓咪 你拍一拍 親朋好友會有很多的雜音 有的就會跟你講說 啊 書不要看 為什麼要看書 看書沒用啊 可是我覺得欣宇她就跟你講 零到三個月 四到六個月 然後六個月到九個月 我們又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做 其實欣宇電子報對我來說 她真的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寶寶可以增加碗筆 內力一起手指抓獲力 當人睡不好 然後壓力又大的時候 心裡是很脆弱的 你就看一下電子報 它就會提供很多方法和內容 原來大小孩就是這樣子 這是一定的 畢竟的經過嘛 其實孩子你是要陪伴他的 因為當你陪伴他的時候 你才會了解到說 他心裡在想什麼 這段時間沒有很長可能 最多十年、十一年、十二年 可是他之後會記得一輩子 就是你那段陪他的時候 釣魚是急不得的 你要慢慢來 知道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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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